你們看這幅作品 台灣的台北101 樓高509.2公尺 就當了五年的世界最高摩天大樓 而現在台灣可能又要有 新的近視世界紀錄了 老師的這幅作品全長是272公尺 高是3公尺 將近10170樓的高度 可以說是舒嬅界的摩天大樓 老師花了六年的時間 來構思這幅作品 我們就請他跟我們分享一下 他創作的心路歷程吧 老師 你好 這個很不簡單耶 今天有緣跟大家見面 這一幅作品又花了六年的時間 開始在創作的之前 一段時間我在思考 只有做一個作品 做有多大做多大 測試自己的體力跟能耐 所以這個珍廣玄文是這樣子 慢慢慢慢有這個模式起來 老師你為什麼會想選擇珍廣玄文來做這幅作品 因為珍廣玄文它是一個正面的傳承的教育 那這一些就是我覺得難能可貴 再寫更多的文章 不如好好的寫一篇 好好的寫一篇珍廣玄文來給大家 既是可以看到書畫的可愛 也可以閱讀裡面的內文 也是一種傳承的教育 精神的教育 這個是我的終點 老師今天幫我們準備了迅文八文 還有中間一段內容跟我們分享 為發揚處事教育傳承 比取珠希增廣玄文 務實作品圓滿君治 於書印行程 力求自行檢驗易讀 並賦萬筆荷花襯筆 達其書畫同圓不分家 善有不周 僅其十方選者不令政治 所以從序文就可以看到 老師是出口成詩 而且裡面還有一個重點 老師的作品是國畫還有書法兼具的 像這種書畫合一的方法 其實展現了繪畫功力 而且也看到老師非常有創意 怎麼會想要把書跟畫合一呢 我在思考這個問題 也是思考滿久的 就參考了人家老一輩寫的對聯 它上面是水板印的一個圖騰 字就寫在圖騰的上面 我覺得這樣的時候是不夠的 乾脆就是自己來 畫也自己來 這個中間也花了兩年的時間去考量 荷花到底要怎麼畫 那我要跑到那個南部 北部只要種荷花的地方 我都仔細去觀察 再回到工作整理 而且從第一個字到最後一個字的玄階 要看起來一致的 整理出來就是一幅作品 單獨看來也是一張作品 《深廣賢文可貴之處》裡面的這個文章 有忠孝仁愛禮義連詞 然後我們是想說再去申請這個金氏紀錄 《深廣賢文可貴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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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廣賢文可貴之處》